他對妹妹都特別有興趣 對妹妹都特別有興趣 王世堅要學姐棄案投名 柯文哲帶到機會就要回酸一句 馬上被質疑不恰當 細數他過去誤化女性言論 可是年年都惹出爭議 這五年又是十歲 差不多最做會台差不多了 是嗎 最年來我看的是什麼 光局代言人家庭 最起床算還是算了 2014年南下嘉義替徒醒哲 敷選進脫口來贏參選人陳藝貞 漂漂亮亮比較適合坐櫃台 這個幸福家庭 生起來好像不是很 不是只有一個社會局的問題 所以應該當作國安的問題來處理 天啊 台灣沒有結婚的男生比女生還多 他腦袋想要奇怪 我們不是很多外籍新娘 已經進口30萬而已 2015年先是點名30歲以上 女性未婚已經是國安問題 隔一個月再惹火外籍新娘 應該辦一個活動 就是猜哪一天會超過一千萬 然後那天如果人很多 我們就從其中抽十個 然後再請那個大牛跟學姐 陪他們吃飯 2018年得力助手學姐 照樣拿來消費 也不管選舉年講話容易 被做文章 連市民是素顏還是上妝 市長都要管 日本的女孩子好像比較漂亮 為什麼 因為她都化妝好才會出門 不像我們台灣 有些女性同胞會 就直接上街下人 上街下人 她就是一個典型的大男人殺文主義者 她打從心裡就瞄不起女性 明知講出來會得罪人 可文哲照樣我心我素 反正千錯萬錯不是我的錯 連嘴巴壞都推給是天生啦 當然有時候講話不精確 被人家逮到小便之後 被毒打一頓 那也沒辦法 只能怪自己命不好 命不好 記者黃明君 問文宣 台北報導